鄭博士和黃教授每年有個主題 今年的主題是青山道 當然是去年開始招兵買帳 慘了,青山道有什麼好說呢? 不可以,你要說 想完一段時間之後 終於想到一個題目講一下 就是講今天的補血女修會 其實是有一點側側的 都算了,都是青山道 因為德征在未搬去濕水埗新田海區之前 他應該是在青山道的99號 另外也是屬於這個修會的保血醫院 現在是由明愛去管的 以前是他們自己保血會管的 就在青山道的113號 所以,起碼我都沒有離題 好,我們從這件事開始講起 其實我們如果是講保血會 我們一定要講它的母會 就是它原來的那個會 就是來自意大利的加諾薩的 這個 就是Canosa 這個confront 那這裡就從 接下來我們會從什麼講呢? 我們會從香港的很多 那些所謂孤兒那裡開始講起 其實香港的這些女修會 它基本上的工作就是修養孤兒 然後是為它提供教育 其實香港很多很出名的女兒的名校 她的前世都是這樣來的 所以其實我們香港 因為我想在生下革命之前 基本上是一個單身漢的社會 生下革命之後就不同了 開始很多是家庭 就是他們下來香港 就再不是一個一個這樣來的 而是一個家庭一個家庭這樣來的 但是19世紀的時候 基本上是單身漢的世界 那單身漢的世界出現什麼問題呢? 那其實就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香港是非常之多娼妓的 娼妓多到是不得了 我之前做過另外一個研究 發現其實我們現在這裡看到很多的數目字 就叫做license 拿來審的這個記載 但是那些沒有拿來審的記載 是多到你幾乎 中上環每條街都有的 那很多是被人賣過來的 那這個也都牽涉到寶良局的故事 那所以就因為這樣的緣故 其實也都出現了大量的棄嬰 就是因為很多是娼妓 那我想她那個年代 就可能她們如果是懷孕的時候 生了一些 其實她的子女都不要了 那女兒更加不要了 那就劈出去 那但是後來發現出現了一些 這些天主教的修院之後 她們居然用錢去買 這件事真的 當我看到這個資料的時候 我都大氣一驚 其實你一買你就很麻煩 你用錢去買 結果就更加多棄嬰 大家可以想像 那所以這個就是 首先講一講 這個就是十九世紀 中後期之後 所謂英堂 香港最早的兩間英堂 一個是法國英堂 一個是意大利英堂 那法國英堂就是聖保祿 那他們來得很早的 那接著就是1860年 就輪到就是意大利英堂 我們看看這些資料 其實香港的 寄院是多得很厲害的 那你看看 就是1845年的Blue Book 為了利亞成的26間 持牌的 大家看看持牌 那這些數目字 很有問題的 26間其實很少的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發現一個很特別的一個 數目字 就是在大概 1845年的時候 我們在中環 一個人口的統計 就發現 成年的男性 是比成年的女性多很多 這個合理的 因為香港是一個 單身漢的社會 他們不會帶來 他們的太太過來的 但是令你很驚訝的 就是如果說到所謂 未成年的人 未成年的女子 是遠遠多過未成年的男子 那你一看下去就知道 這個數目字 背後是有些問題 其實就是因為很多 其實是被人賣來香港做槍技的 所以就出現了大量的 未成年的女子 英文它是寫children的 但大家知道 這個children 其實它涵蓋的年齡 是很寬的 不是表示那些六七歲的 其實一直到未成年 那個年代未成年應該是21歲的 所以你就知道 那個所謂children 就不是那麽children 那麼中環的這一大的地方 就是菲利加加陷街 這個百花街 有很多這些所謂 無牌的妓院 那麼當時的1868年的時候 這個華文政務司的報告 還令你吃驚 他說每間滿街都是 都是這些這樣的記債 那麼這裡講到 就是詳細記載了這個情況 原來是很難抓到他們的 那麼我相信這些很多都是 是沒有登記的妓院 那麼所以政府是很難管他們 因為他們只是做熟客的 那麼所以你根本抓不到他們的 那麼所以他們只是 未經熟客介紹的人 他們就不會讓你進入的 那麼所以這個也都我想是一些 非法的機仔的運作的一個模式 就是這樣 我們去到1921年 一聲跳到1921年 我們看一下這個 很有趣的人口登記的 一個職業的分佈 大家看見 其實第一個欄目就是男性 第二個欄目說的是女性 我們看一下女性的欄目 最多人做的是什麼行業 你自己看吧 其實相對比較多的 會是Teachers 三百二十四個老師 大家看不看到 但是大家會更加看到的就是 我們居然有 二百四十九個 就是Brustle Keepers 就是 這些就是 Brustle就是那些妓院 Keepers就是那些管妓院的人 我想這些隨時都是一些 其實哪裏有什麼Keeper 其實都是媽媽生來的 那下面就更加驚人的 Prustle Keepers有二千六百八十個 大家留意 這個是拉審 有拉審的 就是有 有拿正牌的妓院 它的槍技有二千六百八十個 你看看 跟這裡下面其他的數字 是不成比例的多的 老師才只有三百幾個 但是槍技會有這麼多 其實這裡引發了很多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剛才提過的就是棄嬰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 其實要改變這個現象 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education 教育 所以你就會看到 很多的無論是天主教好 基督教好 他們早期的這些修院 或者是成立的女校 其實的目的 都是希望可以是 就是棄嬰 接回來之後養大他 給他一些教育 不需要很高深的教育 但是 起碼他識字 起碼他有少少文化 所以他就可以出來打工 他就不需要 從事這些行業 除了槍技之外 另一個他們很容易會做的行業 就是妹仔 大家都知道 這個在香港的歷史上 這兩個大的問題 一個是槍技 去到1935年的時候 香港政府才禁槍 真的禁這個槍技 但是妹仔的問題 就拖了很久的時間 因為妹仔究竟是什麼 這是什麼東西 那這個 咬到天亮都還沒咬完 有些人就說 妹仔不是 不是 slave 有些人說槍技 就是這個 妹仔其實跟老弟 差不遠 這個就咬到天亮都還沒咬完 但起碼這裡看到一個 這樣的數目字 就有2680個 是prostitutes 那這裡看到了 就開放了去到1935年 就通過法例禁槍 但是香港的槍技問題 一直都很嚴峻的 那他們很多時候 生了小朋友出來 就扔了出去的 那特別是生女 但是大家都知道 在以前的社會 他們覺得女性 沒有什麼勞動力 那所以呢 其實生了個女兒出來 他們就不要 那當然另一個人類 就是Carl Smith所謂的 涉外吩咐 那就是一些西人 來到香港 那他就找了一個 華籍的華裔的女子 做他的partner 那然後呢 就是在香港生活的時期 可能生下一些小朋友 那有些呢 就比較 就是叫做有些責任感的 那是走的 因為他們不會在香港長住 臨走的時候 可能都會給一筆錢 給這個 他的partner 那有些真是很有錢的 我們知道現在有些涉外吩咐 原來在中環有很多樓的 這個Carl Smith的研究 但是也有些呢 就真的 什麼都不讓人走去 那所以結果呢 就是那個女士呢 又要再嫁過 那所以其實很慘 那所以他們有些生一些 一些混血兒的子女呢 都不一定要的 我們會看到修園裡面的紀錄呢 氣嬰裡面有部分是 涉外吩咐生的 混血兒來的 就不一定是 各個好像河東那樣好彩的 就是那幾個家族那樣好彩 那這裡首先就說了那個 所說氣嬰那麼多的一個背景 跟著呢就要說這個修會了 那麼意大利來自米蘭的 加諾薩人愛女修會 那這個就是補血修會的前身 在160年的時候呢 有六個在米蘭來的 這個修會的修女來到香港 創辦了一些學校 那其實呢就分成一個叫做英文部 一個叫做蒲文部的 那你留意到呢 其實最初呢 天主教會在香港承辦的學校呢 是千篇一律 不是for Portuguese 就是for英國人的了 那麼這牽涉到香港很多 就是那些最早的居民 其實就是澳門來的葡萄牙人 那麼他們要是知道葡萄牙人 都是信天主教的 那所以呢 他們就需要有天主教的學校 那麼所以 香港的女校男校 最初都是為這個 這個葡萄牙人而設的了 我自己母校呢 175年成立的時候呢 其實都是為葡萄牙人而設的 到我讀書的年代呢 每一個級的A班 都還有不少葡萄牙 即是那些葡萄牙仔在那裡 那些人很貴很貴的 那麼 但是那些神父很疼他們的 因為他們英文講得好 那麼好了 那麼延州呢 他們就 之後又開辦了一間叫做培精的中文學校 那麼修女孤兒 那麼1910年的時候呢 有72個混血孤兒 191個華裔的女孤兒 那麼然後這些學校呢 後來就將會合併在一起 就到了1960年呢 就成立了加洛薩聖心書院 那麼這個就是聖心書院的來源 那麼你看見他們原來早期的工作呢 就是收孤兒呢 是他們一個相當大的一個部分 那麼這個呢 就是Maria Stella 就是香港 就是這個加勒薩會的負責人呢 他就要不時呢 是向米蘭那邊的總部匯報的 那麼他就說 我們有了新房屋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為大小的女孤兒 開始孤兒院 棄嬰院 大家留意兩樣東西 有些叫做孤兒院 有些叫做棄嬰院 有些叫做棄嬰院 棄嬰院那些呢 簡直就是 因為他們知道很多人 不要那些小朋友 那麼他們那些嬰兒呢 他們就在他們的修院外面 擺一個籃 那麼你就會發現 幾乎每晚都會有人 因為他日頭的時候 他們覺得 就是日光日白 抱著一個嬰兒 擺一個籃子 好像被人看到不太好意思 多數都是晚上 三更半夜 就將一些 就是可能是新生的嬰兒 就打在一個籃子裡 那就好過 就是希望又可以 修演可以養他 這樣 那麼他說呢 就有些老人療養員 那麼他說 就是 就是有 就是他們 很多大計 一來的時候 想做很多的 各類的工作 那麼當時呢 其實這個修會 加勒撒修會 相對於 這個聖保祿修會 他們是香港的 是有一定的優勢 就是因為香港的教區 由梵蒂江指令 是由意大利神父負責的 所以對於意大利來的修會 是比較優待一些 對於法國來的就沒有那麼優待 如果大家有看過 夏其龍神父所寫的那本天主教史 就知道其實他們之間 都是有不少矛盾的 就算是加勒撒會 和聖保祿會之間的矛盾 聖保祿會 和教區之間的矛盾 其實有人呢 就有矛盾的了 那麼當時呢 就是香港的總督 寶寧 大家都知道呢 就是她 她有個女兒 但是這個女兒呢 在寶寧任滿回國的時候 這個女兒就流了下來 因為這個女兒呢 就是始至要做修女 那麼她就加入了這個加勒撒會 那麼其實對加勒撒會呢 也都是有一定的幫助 就是在政府的眼裡 就是她有個修女 竟然是港督的女兒來的 那這個呢就是 Emily Bowling 但是很可惜這個 你看一下那個年份就知道呢 她只是大概十年的時間 她就過了身了 去到一百七零年 因為 這幫修女是一百六零年來的 那麼她應該是 差不多的時候呢 是 加入了這個修會 但是去到一百七零年呢 她就過了身了 那麼這裡呢 也是 另外一個Sister 就是向 就是米蘭那邊的回報 她說有些華裔婦女 她就向邪靈求指 如果生的呢 是南丁呢 就會苦辱成人 如果是女嬰呢 就將她賣走 如果沒有人問津呢 就將她淹死她 那麼大家知道呢 就是 就是 這個 浸死女嬰的這件事呢 其實都是一件幾大的事來的 因為 其實在中國內地是 曾經流行的 就是她 就是她生了一個女嬰 她就直接淹死她 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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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得她去 佔用資源 可以這樣說 當然我們今天看 是 不可思議的一件事 但是當時的確是這樣 她是一個剛出生的女嬰 最高價錢是200個 不知道是什麼 這些 相等於120個倫巴帝 先說完都不知道是什麼 那麼 反正這些是意大利的弊值 那麼我不知道 就是相對於 李拉是怎樣 因為李拉是很低的 在新房子落成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從事於這方面的 神聖的時工 神父和修女都可以深深關注的 那麼這裡呢 就有個例子了 她說她們接收了喜鷹園的第一個 種子 上個星期日呢 就失留了一個華裔旅行的媽媽 帶來一個非教徒婦女 和她四個月大的女嬰 那麼她說那個婦女呢 就在街上兜售女嬰 她說由於我們地方已經很逼了 那麼而且嬰孩不應該和其他人住在一起 但是我們又不願放棄她 所以我們呢 就向神父求助了 神父就幫我們買了一個女嬰 那個女嬰的媽媽呢 在收錢之後急不及待就走了 她說我們看守著這個女嬰幾個小時 我們的神師呢 高神父 這個就是後來的高主教 就替這個女嬰找到一個奶媽 又跟她施洗 就改了她叫Maria Angela Francesca的姓名 那麼所以你看到她一個一個一個 這裡有一個例子呢 給你看到就是她們這樣買女嬰 然後她真的要找一個奶媽 因為搞不定 所以呢 但是呢 我們跟著看下去就知道 其實大部分呢 是養不到的 跟著就送了上天堂 所以她上個禮拜呢 又買了一個女嬰 就幫她附洗 就為她提 就改了她們的會組 就是她們那個 Canosa的會組 Madeleana的 給她一個名字 提供了奶媽 但第二天死了 她說已經在天堂了 就為我們祈禱 她說每天有門口兜售女嬰 由於地方淺責未能收容 希望有一間大些 就可以收多些 那所以你發現 這裡很有趣的一件事 原來她們買女嬰 但是你會覺得很奇怪 買回來 跟著就過了生 有什麼意義呢 但是她們有她們的想法 因為她覺得 如果一個女嬰 她為她領了洗之後 她就可以上天堂 另外還有一層意義的就是 其實她們定期要向她們的總部 匯報 她們為多少人領了洗 那這個數目字其實是有用的 明白嗎 這個其實對於她們拿資源是有用的 在聖寶陸修會的情況 就更加明顯了 因為他們在法國是有一些組織 是專門是捐錢去給一些組織 是去收留這些棄嬰的 所以變成你能夠做到這件事 其實你就會有資源 所以其實又不是說完全沒有用的 當然在教會的角度來看 她為了一個女嬰 施洗了之後 她就可以上天堂 那很多這樣的紀錄 其實她們應該要這樣的 她說有些要提供教育給她 然後最後要嫁上她才算 那我在聖寶陸修會那裡找過的資料 就很有趣的 就是照大她之後 差不多到18歲20歲 就會有一些神父 就代某一些男性來求婚 那所以她這些女孩子一定嫁給 就是一個一定要嫁回天主教徒 那還有就是有良好的品格 那這個真是神才知道 那另外就是應該是有一份正當好的職業 就是可以維持到家庭 那所以你就有趣 其實真的她這樣養大 那些氣嬰呢 其實要花很多功夫的 最後還要給她教育 那這樣 那你看下面這個 你看到就是 維氣的女嬰越來越多 通常深夜就放在門口 熟稅的修女就被門鐘驚醒 幾乎每晚 我想她都沒有什麼好睡的了 每晚都被人吵醒 那你看到她們每一年的報告 都有很多這些 就是有多少個孤兒啊 有多少個袍裔 有多少個英裔 這樣 那這裡大家看到就是 所以以前就是 加勒撒會 我們習慣那裡叫做 意大利英堂的 如果是年紀比較大的朋友 可能會記得就是 聖保祿就叫做法國英堂 而聖心這邊就叫做意大利英堂 所以其實英堂應該是一個 很重要的工作 還有呢 有些是殘廢的 有些是盲的 那所以 其實的確是功德無量的 如果不是這些人 根本沒有人理的 那你看見呢 這就是 一些 上課的情況 在那裡吃 不是在那裡吃東西 那另外來講 灣仔 也都是 大家看見 這個就是大號碼 有很多 就是 很多這些 記者 所以 在169年的時候 加勒撒會 就是 在灣仔 又開了另外一間 那這個就是 今天 加勒撒聖方 濟國書院的前身 就是它的原來 就是這樣來的 就是 除了在中環 收這些 氣英之外 也都在灣仔 也都是 收了一些 氣英 所以呢 就出現了另外一間 書院 所以你發現它的兩間 最主要的書院 的前身 都是跟這些 起英 有關係的 那這個開支 其實是相當之龐大的 就是 又要負責它 飲食等等 我們接著就會說到 加勒撒人的 女修會 第三會 到這個 補血女修會 因為 61年 就有兩個姊妹 三十歲的 叫做 譚馬達 其實這個 這個 這個人 原來叫什麼 我們都不知道 只是他的姓名 叫做 Magdalene 他姓 譚 一個是十六歲的 叫做 安娜 兩個是 來自澳門的 是姊妹 來的 加入了 加勒撒女修會 然後 1963年 宣發 蔡元 成為第一批 國籍 中國籍的修女 就是華裔的修女 他們就成為外籍修女的助手 慢慢就開始有 越來越多的這些 國籍的女青年的加入 大家知道 其實 在意大利來的修女 數目是有限的 第一批六個 其實都不會很多的 所以你會看到 其實真真正正在修會裡面 實際做工作的 我相信就是這幫華裔的修女 還有大家要知道 無論你十六歲 好幾多歲 好 其實他們自己在家裡 都是照顧小孩 就是會照顧自己的 小妹妹 這個其實以前是很習慣的 所以 他們對於怎樣去照顧小朋友 其實都很有經驗 所以這幫人 就組成了加勒撒人 愛女修會裡面的 所謂第三會 這裏要解釋一下 什麼叫第三會 其實我問那些修女 我說 第一會 第一就是加勒撒 第二會是什麼 他說沒有的 沒有第二會 第一會就是第三會 我才謊言大悟 即是等於有頭等 是沒有二等的 跟著就是三等 記不記得 以前我們坐了車 是沒有二等的 頭等就是三等 其實那個三等的意思就是 這個英文字 即是一個附屬 所以 其實 這個制度是怎麼來的呢 原來在米蘭 除了是一幫正式的修女之外 還有一個叫第三會 所以香港其實 這幫修女 是學米蘭的第三會 我們一路看下去就發現 到後來香港的主教 就容許香港這幫國籍的修女 是用回米蘭那邊的第三會 的模式存在 慢慢後來才脫離了這個 加勒撒會 用了六十年的時間 就是說 由他們是加勒撒會的第三會 到後來成為補血會 正式一個 由香港教區所管的 脫離了加勒撒會的 是要用六十年的時間 第三會的修女就做教師 和照顧孤兒圈的孤兒 亦都是診所幫忙 並且那時候 因為他們才懂中文 那幫修女不懂的 所以其實實際很多工作 就是這幫國籍的修女做 還有他們甚至去內地傳道 傳教 在1872年的時候 這個高神父 大家都看到這個Ramondi 知道 這個就是後來做主教 這個時候還是神父 他就去探訪大陸的農村 就發現這個加勒撒會的第三會 是做了很多的事情 在農村裡面 他們去傳教 還有去幫教那些婦女 是做積衣啊 做一些這樣的事情 是 1990年香港代目區 這個已經升了做主教 高主教 就頒令批准用加勒撒第三會的規章 給國籍修女執行 即是給米蘭那個第三會的規章 使得香港這幫國籍修女執行 這個可以說是他們 亦獨立的第一步 第一步是這樣的 1994年的時候 其實爆發鼠疫 大家都知道 也都修女 是致遠照顧患者 結果有兩個修女 就是染疫死亡的 所以 因為他們又要照顧那些傷患 結果自己也染病 大家留意到了 1890年是第一次 用這個加勒撒會的第三會的規章 1911年生日革命之後 羅馬那方面 就考慮到培植一個 由當地人領導的中國教會 包括神職班和女修會 這個就是香港天主教會 主動將加勒撒第三會的國籍修女 從加勒撒會分出來 成立以本地為基礎的 補血女修會的背景 你看到 這個 很老實講 我沒有看到真的 羅馬方面的資料 因為始終是用拉丁文寫的 所以研究天主教的歷史是很艱難的 因為 如果你研究加勒撒會 要是拉丁文 要是意大利文 這個都不是我們可以掌握的 當然 如果你研究聖保六會 你就要懂法文 所以 你發現 香港如果不是神職人員 它只能夠研究的 只有兩個會 一個就是 Marinot 因為它是來自美國的 用英文 一個就是保學會 因為保學會是用中文的 其他很難研究的 1919年 這個教宗本督十五世 就頒布擴充全教事業 中座目下 就說本地教會應該有本地的神職人員 就不要拍因為全部都是外面來的人 本地的社會和全教的時候 要尊重當地文化原則 我又不是很清楚究竟 1919年 教祝本東十五世 它頒布這個時候 究竟什麼歷史背景 但是大家至少知道 這個剛剛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完的時候 1914打到1918 這個1919跟我們的五四運動有沒有關係呢 不知道 這個真的可能要再進一步去研究 究竟這個 加勒社會第三會 能夠分割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修會 那個真正的 那個原因呢 其實是 我想是真的要看一些很原始的檔案 才看到出來 1922年 這個叫做 Dominic Tosoni 這個主教 C.Domin主教 就基於因為 梵蒂岡發佈過的這樣的精神 他就向加勒社人內女修會的會長 提出張該會的第三會 從加勒社會獨立出來 成立一個屬於本地教區的國籍女修會 變成他是跟本地的 就是跟這幫主教了 就不是跟加勒社會了 成立一個 所以就定名叫做 中華耶穌保血女修會 這個簡稱就是保血女修會 當時就找了一個叫Claire Tam 彭加勒社女 就做首任總會長 就被視為會組 其實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裡提到 每個修會都姓譚 究竟這幫人 鄉下從哪裡來 我就很好奇 希望可以將來再發掘多些 但是 為什麼這麼巧 每個都姓譚 那姓譚 令我想起開屏 開屏譚是大姓來的 我認識幾個朋友 開屏都是姓譚 我不知道他們 在澳門過來 但是那邊比較近一點 我不知道 根據加勒社會的檔案 我們看看加勒社會自己的說法 就是 保血會和加勒社會的分離 是施主教的意願 其實是主教 其實修院是不想的 就是主教 文件就說 加勒社會的損失很大 他們為華人服務的學校 和教理講授 就只剩下沒有受過訓練的員工 所以其實 他們獨立之後 對加勒社會 是有一定的影響 打擊相當大的 因為 因為 其實從這裡 你可以 反過來看 其實他們的工作 很多是這些國籍修女做的 所以其實他們一離開了加勒社會 其實對加勒社會的工作的影響是大的 就是從這裡 你會看到這件事 所以 就是 這個是教區的決定 你看見他們的 其實他們穿的衣服各方面 都是和 交流社會的修女是大同小異的 只是好像那個 中間配戴那個 那個 那個聖像是有少少不一樣的 1924年 前10月27日 香港主教致行羅馬傳訊部報告 香港教區 就說這些修女獨立了一年了 他們有35個 有些從事教育 有些就去鄉下講授道理 但是大部分的健康都很頑皮 那我想 其實 其實我們都知道 補血 就是這班修女獨立了之後 是非常之缺乏資源 其實是很慘 因為 那個問題就是 其實我相信 香港教區給他的支援 又不是特別多 但是 加勒社會 起碼他自己 意大利 有個靠山在那裡 所以他的資源相對 還有 香港的 很多有錢的人 都會捐贈給加勒社會 就是有錢的天主教徒 特別是 普通牙人 我們知道他們那個 就是聖心那邊的修女 都是 都是一個 Damada yi Castro 的家族 就是 我想是 差不多捐給他們 所以他們 活動的地區 就是在中環 獨立了的 補血會 現在成立了補血會 他們就在 聖十字經 近至西灣河那邊 但是後來又搬到沙基灣 那他們就去附近的地方 傳教保安 衛州 海風 山美 那同時就教那些婦女去 積衣 補衣 那樣 就為一些 窮鄉僻養的村民服務 因為他們 服務的對象 就是一些 比較窮 貧富的大眾 或者可以說是基層 那回應社會需求 他們就辦了這個政教學校 你發現他們很積極去辦學校 其實這個背景是值得留意的 為什麼他們這麼積極去辦學校呢 就是 真是唯一教育 是才可以幫到婦女 可以是 決離 這個 就是剛才我們開頭所說的 就是 要麼你是做妹仔 要麼 就會被人賣去做窗記 那所以他們就在 深水埗南窗街 就租了 起了第一間 德徵 就是第一間 德徵 現在是在 這個 南窗街 的 在深水埗南窗街 是租的 那這個就是德徵 女子中學 和小學 和幼稚園的前身 那其後呢 他們在 廣九不同的地區設立學校 主要都是一些 比較貧窮的地方 所以你就會看到 補血會的那個方向呢 都是一些比較基層的地方 為基層的人服務 所以我就想到 這裏那個社會背景呢 就是跟妹仔 和窗記呢 都是有關係 其實香港在一九二零年代 三零年代 設立很多 異學的 女異學 譬如好像 東年國縣的 補角啊 這些呢 我覺得都是跟這兩樣 有些關係的 就是一個三五年的禁窗 其實妹仔 沒多久之後 都不給妹仔 所以你就發現 就是可以是幫他們的呢 就是提供多些教育給他們 所以他們呢 是可以 就是 當年呢 他們除了做老師之外呢 我們都開始一個新的行業 就是 護士 護士就是這個Nurs 所以我們經常叫他們做 什麼姑娘 什麼姑娘 這個其實說法都是相當傳統的 那大家看到呢 就是 這個叫做政教學校 1923年 德征呢 也都是1923的 也就是說 德征呢 已經是 到明年呢 是一百年了 就是 德征女子中學 明年一百年了 那麼 香港教會呢 是將 補血會的修女 就派了去 深水埗這個地區 這個是 教會 因為它已經獨立了 那所以呢 它就是屬於教會 直接管的 教會呢 就將他們調到 香港最窮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就是 深水埗 一個基層市民的聚居地 那麼 當時呢 就是 會組這個 譚加勒修女 就致力在深水埗 為這個 修會 建立一個永久的修園 那我們 然後就可以去到 深水埗這個地區了 我們看看這裡的 1921年 和1931年 香港人口的 比較 你就可以看到 一件事 其實 九龍地區 原來人口最多的地方 是 油麻地 但是 你就會在這個 數目字裡看到 深水埗已經 過了 油麻地頭了 它在 1921年到 1931年的時候 人口增加得 相當之快 大家可以留意到 大國咀和深水埗 他們呢 就是 增加了 五萬多人 就是 在這十年的時間 增加了 五萬多人 那也是 那麼多個區 增加得最多的 那也是 因為這樣的緣故 是的 它的人口 增加得比較多 所以就會看到 教區 叫補血 直根在深水埗 似乎是有一定的 原因在這裏 就是 為一些 剛剛人口 開始增加的 這個區 就是服務 那麼 1927年 11月10日 公務司處 就通知教會 深水埗 一幅現成土地 就叫做 新九龍內陸地段 1114號 所以它是 新九龍 新九龍 大家都知道 是什麼 因為 大家知道 九龍就是九龍 什麼叫做新九龍呢 新九龍呢 就是 在 街上街以北 但是 是在 這個 就是 獅子山 北架山 那些山以南的地方 那麼 香港政府呢 就將它的管治方法 是和新界劃分了出來 因為這個地區 是和以前原來的 所謂 British Kowloon 連在一起的 什麼叫做 British Kowloon 就是 尖沙水 油麻地 紅磡 就是在 街上街以南的地方 連一片 所以 他們應該用同一個方式去管 所以 就不把它當是新界 只是在 群山 就是 獅子山 以北的地方 才叫做新界 所以他們就創了一個新的名字 叫做 New Kowloon 新九龍 那麼這個 就是 這個 他們現在拿到這個地段 就是 新九龍的 就是 內陸的地段 1114號 1114號 那麼 教會呢 要向父母捕補地價 五千塊 其實都幾多錢 我發現 就是繳付12元的地段石碑費 什麼地段石碑費呢 大家 逛逛街呢 你就發現 在那個街角那裡 突然間 那個屋角那裡 有個石牌寫著 Inland Lot 多少號 這樣 我發現土間環很多 土間環很多 屋呢 下面都有一個Inland Lot 不知道為什麼 其他地方又不是很確 那麼原來這個要12元的 不是 原來要錢的 還要你給的 那麼 然後呢 就是教會每年呢 向政府納地稅一元 那麼 還有 原來教會用沙基灣地 和他交換 原來那一年內 已經有換地這件事的 就是 現在紐落都幾得意 那麼 教會交出沙基灣地之後呢 就以官契形式 拿到深水埗這幅地了 那麼 1927年 10月25號 恩主教呢 和公務司 這個公務司的名字都幾好的 叫做Mr. Carpenter 就是 注定他是做這行的了 那麼 合約的第八條就說明了 教會一定要在 具有這幅土地的 二十四個月之內 不好意思 那裡寫錯字 應該二十四個月之內呢 就要建好一間屋 他怕他不建房子 不知道在那裡等什麼 所以很均真的 你一定要在兩年 在兩年之內呢 要建好一間屋 在那裡 那麼 合約裡面呢 註明了 這個土地的用途 只是給修女做居所 和學校或者宿舍而已 就不可以用其他用途的 那所以這幅地呢 就是第一幅了 這幅地呢 就是 同年6月27號呢 就是由西灣河搬到 這個深水埔園周街 86號 就是現在那個位置 大家留意到一件事 很有趣的就是 1929年 香港宗座代表恩里國主教 根據羅馬發出的頒法法令 正式宣布 香港代目區的補血女修會 正式成立 那你就知道原來他的成立 經過很複雜的一個過程 真真正正 要去到1929年呢 他才真真正正是 梵蒂岡 認定了他是一個獨立的教會 那所以呢 這個是 都幾複雜的整個過程 那麼 除了這個 就是修院之外呢 就是 武院的地下就是補血堂 樓上就是德征學校 那麼德征就搬到這裡了 那麼這個呢 就是今天 袁洲街的補血女修院的武院 這個是他們的總部 那麼這個建築物呢 現在還在這裡的 大同小異 這個就算難得的了 在袁洲街 所以我最初都呆死了 他的門口原來是袁洲街來的 那麼在他旁邊那裡呢 就是 陰洲街的補血堂 下面是補血堂 上面是德征和宿舍 但是這個補血堂呢 就是整個 整個深水堡區的 主要的一間教堂 那麼 但是後來我們知道呢 就是在 後來 起了這個 聖方濟國堂的時候 那麼這個教堂就沒有了 就不再存在了 那麼大家留意到 這個是陰洲街來的 扯下去的 去正面那裡才是青山道 轉了彎才是青山道 那後來他們又拿到這邊 就是拿到原周街的 南邊 另外這個做了小學 那麼1932年的時候呢 經濟不景氣 大家知道 1929年之後呢 就是美國那個股市崩落了 引發全球的經濟是很差的 社會上出現了許多棄嬰 修女門在武院地下設立診所和孤兒院 修容孤兒 又是修容孤兒了 鄭醫施藥 大家看到這張照片 就是在門口那裏有小朋友 他們又有整個孤兒院在那裏 另外就是到了1934年的時候 香港政府批准在深水埗建一間醫院 這個由補血會的修女負責營運 1937年夏天落成這個就是補血醫院 你看見這個落成之後 這裡就出現了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就是青山道 九江街 園周街 陰周街 圍繞著整個補血會的修院學校醫院 其實這個形式呢 就令我們想起銅鑼灣的另外一個 這樣的一個cluster 就是聖寶陸 聖寶陸那個就是由渣癲的手上買回來的 那個當然很大 這個規模稍微小一點 但是起碼在深水埗區 他們都是自成一角地有他們的修院學校 還有呢 是他的醫院的 這個是幾特別的一件事來的 那這個就是補血醫院了 但是今天的門口 她的門口是在青山道的 但是今天的門口似乎就轉了去旁邊的九江街 但是大家看到呢 這個就是鷹二部 30年代 但是今天就變成這樣 其實是一樣是這樣而已 只是改變了一點點而已 那前面變成停車場 旁邊建多了一間一座 那之後呢 北征呢就是青山道九十九號 但是起成這樣呢 已經好像是六十年代的事來的了 之前就不是這樣的樣子 那起成變成這樣之後呢 他的門口就變成青山道九十九號了 所以這個就 起碼是說回青山道先 那這個很有意思的 就是一幅相 下面那幅就不用看了 上面那幅挺有趣的 看不看有個箭嘴 箭嘴那個位就是加盾來的 加盾的對面 你就會發現那幅地 就剛才我提到 整幅地都是補血妹的了 但是這裡呢 你就發現一件事 就是密起補血醫院的 看到嗎 其實你看到前面那條路 就是青山道 等一下 前面這條路就是青山道 旁邊這條是欽洲街 這條叫九江街 後面叫玄洲街 那所以呢 就是圍著這一塊建築 但是這裡呢 你只是看到它的武院 還有看到德晶的 這裡是未建議院的 但是這幅地呢 最後終於成幅地都是 交給保血會館的 那這個我覺得挺有趣的 就是會看到一個 剛剛一個大的一個 一個cluster 哇這裡太長了 快點吧 最初的時候呢 什麼都還沒移動的時候 就是這樣的 這條就是街行街 那這裡呢 那這裡呢 就是大角咀來的 真的有個角咀來的 真的有個角咀來的 不是騙你的 那這裡呢 原來的海岸線 你看見呢 就是這樣的一款 這個就是1898年 簽了展台香港戒指尊條之後 那個時候的環境就是這樣的一款 那你發現呢 這裏呢 就是因為黏著邊境 這裏曾經是 在160年 這個人拿了九龍的北面之後 直至到展台香港戒指尊條簽之前 這個地方發展為一個畸形的地區 就是因為香港島那些人走來這裡消遣 所以這裏出現了大量的 島館、煙館、記載什麼都齊 就是因為這些就是 有個碼頭 香港人來這裡消遣的街日 所以就出現了一個 在華界裏面的一個 畸形的一個 一個這樣的情況 他們也有很多屋的 但是呢 我們不再講這些了 鴨寮街真的是鴨寮來的 所以就 其實香港政府立了這個地方 一路就馬上填海了 你看見 就填了這一塊出來 這一塊呢 相當齊整的 這一塊很有意思的 就是 九十年代這裡有三間廟 2002年大報道開通 香港政府開始開發 然後呢 就去到1911年呢 就有了這幾條街了 鴨寮街、宇州街、基隆街、大南街 荔枝角度 伊菊街、海灘街和通州街 另外就是桂林街、北河街和南昌街 所以呢 所以呢 你就會看到這裡 最初是去到陰州街 這裡去到陰州街 後來再填呢 就去到東京街 第三次再填呢 就將它拉直了 就去到荔枝角了 所以其實是三個階段去填 第一個階段呢 就是填了這個 好像很歸整的一個 一個 桂架這樣 這樣 就再填了 就是東京街 所以呢 就 這裡基本上是說 它怎麼填海 填了那些樓 就會是比較好的 你看見呢 1947年 一直都填到過去了 那就是 新年地上面的樓 就是光線充足 空氣流通 可以防止鼠患 就比較以前 一陰沉沉密封的 舊式堂樓好的 這個就是 處理港督斯芬 斯芬經常處理的 那麼 出現了這樣的樓 就是兩層三層 其實是 如果它不是封了窗 真的老實說 它的空氣是挺好的 就是不是後面 起到那麼高的話 如果全部都是這樣的樓 其實它那個空氣的流通 是真的不錯 那當然 這座東西 拆了沒有 我不是很肯定 有陰州街 是不是很容易拆了 用在這裡 那這些樓是挺漂亮的 其實真的是 就是 當時挺漂亮的 唐樓來的 那這座東西 我最欣賞 是行醫局街 經常都帶人走 看這間 那這間呢 就是 好像是 表畫的 就是幾層 那這個呢 就是1925年落成的警署 那其實呢 就是 我們研究一個區 其實 如果研究它 就是 最舊的歷史 就是一定是廟 之後呢 你值得研究的呢 就是 什麼時候有警署 什麼時候有街市 那這些呢 其實就是那個所謂 就是它慢慢發展為一個 比較繁華的地方的時候呢 一定經過這個階段的 那這個醫局呢 就非常之漂亮的 我很欣賞這間醫局的 這間醫局呢 是很浪費的 現在是來做美沙銅中心 我經常覺得 美沙銅中心 其實你找一間新的建築做都可以 這間東西漂亮得不得了 我認為這間東西呢 這間那個 立面是相當之漂亮的 建築物 但是呢 就沿著拍照被人罵的 我被人罵過了 我說我沒那麼空拍你裡面 我拍外面而已 那他說呢 拍那些美沙銅 被人罵 那當然 這個很有意思的 這個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 好像是岑光月的題字來的 就是一個很出名的 一個遺老的題字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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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呢 也都是因為 曾經是1925年爆發過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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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就英國那邊呢 就有個 加強的防衛 所以就在這個 新田地上 建了一個很大的兵營 這個兵營呢 其實就是由 陰州街 一直延伸到 東京街的 那是 相當之闊的 那其實你看到呢 就是在一個景點 一直去 那 所以呢 就我們看到呢 就是這一幅 日治時期也都成為一個集中營 就是這個 1944年的時候 這個深水埗Camp 非常之大的一個Camp 那現在呢 唯一可以見到的就是這個 這幾個石頭 這幾個字是向來的 所以在走 你如果像他那樣走過 你就看不到 那這個寫著 軍部地界 那 那最後來講呢 就覺得很有意思的 就是修會的本土化呢 我們將會放回一個大的歷史裡面看 就是 收日革命到五四運動的民族主義 那個情緒的高漲 就是大家開始 就是有這種意識 可能以前是被西人欺 一直被人欺 但是呢 慢慢呢 就開始是 就是隨著國家 一個 一個 革命成功了 推翻了滿清之後 一個新的國家的 就是大家會有一個歸屬感會強了 那就民族主義就開始高漲 第二個呢 這個最值得留意的就是第二點 就是1922年到1927年的 一個叫做飛機運動 大家不要搞錯 這個不是飛機 這個是非以基督教運動 當時這個運動的影響非常之大 其實對基督教的衝擊很大的 基督教很多的就是本土化 不過基督教的本土化都很早 他們似乎都很早已經留意到這個問題 但是在這方面來講 天主教是相對沒有那麼敏銳的 因為大家看到很多 何明華匯督來到香港做匯督的時候 他就立刻下令所有以後建的教堂 要建成一間廟這樣 那這個就是銅鑼灣的聖馬里亞堂 和九龍城的聖三一堂 你發現他們建成一間廟這樣是有意義的 因為在飛機運動衝擊之下 大家覺得要突顯他們的本土化 不要被人覺得是洋教 其實這件事呢 我相信這個運動帶來的衝擊 可能是對於這個修會 就是保學會的成立 究竟有沒有關係呢 我真的不敢包 但是這個起碼是一個大氣候 就是本土化是一個大氣候 另外一個就是1920年代的宮朝 從1922年的海原大白宮 到1925年的省港大白宮 1925年的省港大白宮 大家也知道了 這個就是中國共產黨發動的 所以這個當時對香港的衝擊非常之大 所以就是說那個時候 其實引發1925年省港大白宮 根本也是一種民族主義的情緒 因為這個無論是上海發生的事件 或者廣州沙面發生的事件 都是引發了香港人的那種民族主義思潮 還有當時的確是很不公平的 就是那個公知西人和華人之間的差距很大 所以這些這樣的衝擊帶來 另外一個我相信是 就是在社會裡面 華陽修女一定有某些文化格 是在那裡的 所以也是造成了 他們是脫離了家樂撒會 成立了一個獨立的教會 就是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補血會 就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